当然都觉得透过代购去买精品 可能价格会相对比较便宜 不过确实当然会有买到假货的风险 那么有代购的业者就透露 说其实很安全的购买管道 反倒是你常常会经过的当铺 五花八门的物品 当铺里什么都有 名牌精品二手高级货 而在中南部最抢手的 竟是这个 神明绕镜活动必备佛剧 像是银帽让神明佩戴 都是国宝级师傅手工制作 一顶原价至少要37万 订购后还得等两年以上 但在当铺二手价 可以用25到28万买到 另外像剑盒是祭司用具 都是日制时期制作 由三四名师傅完成 因为颇有年代 价位都是卖方说多少就多少 但原价一定六位数起跳 最后还有机桌 是早期大户人家必备物品 抄袭有都要七位数以上才买得到 但如果是近代佛具 现在在当铺都能有三分之二价格 便宜买到 中南部热爱祭司用品 而北部就多是名牌精品 二手包包跟手表 不少代工业者会找上当铺 也是因为价差真的差很大 我如果当铺去洗车 看当铺不是油断变成购买的 新年来赢不好了 我现在做的已经新铺差不多要40万左右 我给你给我们用25万 当铺买的 我有没有朋友买的 我差不多要买30万 还有差不多 看这些价差 手表最多啦 然后钻戒也有 你如果说手表的话也有到一半 对因为价差比较大 甚至有国际型代购透露 高的可以赚到四倍价差 除了因为当铺应有尽有 管道多还几乎都是正品 让代购业者再转卖从中获利 也难怪越来越多卖家抢货 大增当铺商品 三天新闻爽家狠台北